太后所说不错 殷商和上古的制度是传位于弟 周代的制度是传位于儿子 而高祖 立我朝后 孝法于周定治传子 为何高祖学周朝不学上古 因为周代的制度 简单明确 以形式确立法团 防止兄弟正位 正是吸取了殷商的教训 老神听不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太后啊 殷商十七代王 兄弟相传立九代 共计二十三王 其中多次是立右不立长 结果兄弟正位残杀数百年 老神提议立梁王 是因为眼下皇上的各位王子 年纪都太小 担当不起大任 还不如传给弟弟 太后现在要立梁王 那么梁王百岁之后呢 那时候皇上的王子们也大了 再选一个例 也来得及 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 如果啊 开了这个先例 以后的皇上兄弟之间 一代代都这么争起来 这汉家的天下还能有安宁吗 太后 您听过宋宣公的故事吗 宋宣公不过是近五百年的事 他以兄弟身份继军位 死后归位给哥哥的儿子 可是他自己的儿子们却不愿意 喜而争之 认为自己都有权接替父兄之位 就杀掉了宣公的儿子 因此弄得是国家大乱 天下不安 零年祸及 连续五代骨肉相残 一直不能平息呀 所以春秋说君子应明确传位制度 宋国的无事之乱 都是由于宣公所造成的 太后 闭上你的臭嘴 你瞎讲什么 老神听来全是胡说八道 太后 这不是胡说八道 兄弟之间未争皇位 而骨肉相残的 欺亡之乱 不就是不久前的事吗 太后 臣以为 员公所说几事 朝中诸位公卿 之所以不支持梁王立冲 不是不尊爱梁王 实在是鉴于 历史的教训 应当借鉴 罕家天下不能重蹈 历寺不当 而祸乱不断 够了 你们的意思 认为我是女后对吗 不不不 好像只有你们 想着朝廷 想着国家 好像 好像立了梁王 就会 就会天下大乱 是吗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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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怒 你们 你们 呀 呀 呀 快点